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际投资者周一股市一开盘就密切地跟踪股市的行情 然而由于北京的网络封锁政策 周一中国许多小额股民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许多专业人士也似乎有些措手不及 多位职业股市的分析师以及多家重大的金融报刊 都未能发表任何相关的信息 政府控制的金融报刊周一将股市的动荡的原因 解释成为了由于神秘的感觉波动 香港进会大学的经济学者表示 类似的网络封锁只会影响重要信息的流通 也就是说消息灵通的国际投资者 国际投资机构可以及时的调整投资方向 而被封锁的中国小股民却受害不前 中国当局禁止中国媒体报的任何有关川普推文的消息 所有的相关评论也遭到了严厉的封锁 据法新社的评论指出 总体而言 即使中国股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能够及时的获得信息 但是他们所获得的消息往往不全面 而且带有倾向性 观察家认为 消息缺乏畅通与当局所谓的保护小股民 以及增加股市透明度的承诺背道而驰 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经济学者指出 在股票市场英国现象往往立竿见影 而在中国人们往往可以看到后果 却不知道原因 这实在令人担忧 其实在昨天题目中都已经对于中国这个讯息不开放 基本上都已经表达了相当的这个批评 那当然还有一些网友说 其实你如果说上中国的网站上 仔细找找的话 你还是可以看到说中国这个 这个中国有对于这个 这个美方这个加税25%的这样的报道 可是这个报道简直是稀松平常 已经到简化到不能简化了 即使有的话 而且大概不到几十个字不到就结束掉了 那我们看昨天 我特别昨天还上了几个网站 那几个网站你完全还是看不出来 对不起 我回到刚刚那一页去 就是你看这个 比如我看到腾讯网 我看到这个首页的这个有关药物的东西 你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事情难道不重要吗 再跟过来难道不重要 但是你还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基本上又是一个正面喊话 你看第二条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 我国企业发展这个活力充沛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今天刚刚出来的四月份的中国 中国这个这个这个出口的这个这个业绩 又在下滑了 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人报呢 这个对中国来讲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是表明这个经济还是有下行的压力 还是继续持有 还是继续往下走啊 为什么不报呢 为什么不让百姓知道呢 再来这个第二个 关键处见起从容 中国经济任性十足潜力巨大 还是在这边自己在那边忽悠自己的东西啊 然后在最后来最后一句话 最后讲这个另外还有一个 你看下面一个 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的N个理由 这理由好到好到我数不清了 我给你N个理由 这又是在这边自说自话的事情 你这里头你完全看到不到 看不到中国昨天的A股又在 这个A股这个上证这边 又在下跌 你也看不出来 而且即使有报道了 这个所谓上证在下跌的情况下 你也看不到他们在解释是 到底是为什么 是什么理由上证在下跌 好像是说在 我昨天有提到在消息面 跟这个这个市场面那边 你完全看不出来 这还是香港的昨天 香港今天的消息 说什么呢 说这个护生 护生股市啊 初段就是昨天一开盘的时候 已经跌了20%以上 这话呢还是跌下三天点了 在2900左右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一直往下跌 那这些东西他这样子讲 他也没有给理由啊 这当然香港的角度 是有给理由了 可是如果再看下一面 如果你在看国内自己 中国自己内部的报道 还是没有跟你讲出 任何理由的东西 这就是这个很简单 就是上证指数 在这个开始的时候 昨天收了2000 2009 然后今天开盘是2008 然后最后两天 那么照这个 昨天这个情况来讲是 一下开盘就是又跌下2009了 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又拉回来 但是这整个这个来回 这种摆动的事情 在这个国内里头 你基本上看不出 交代是什么原因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中国 中国中宣部下令了 所有的有关于讨论 美中之间贸易的事情 一概不准发出 一概不准上网这些事情 但是你看到这个老百姓 有一些有一些 有一些愤恨的话 你看第一句有人说 他说我们的市场 谈不当是投资 谁也说不清 这是什么市场 我在里面经过20多年 也没有看出什么是投资 也不知道怎么去投资 这很难啊 很难去做这个事情 再还有人说 他说之前说是会在 3100到3100 3150点之间调整 马上来一个 这个穿透2900点 现在又说要在 2800点中调整 会不会马上又来2600 专家可以靠谱一点吗 那基本上 这是等于说 股民根本就不知道 即使股民有这种抱怨 股民在网上有这种抱怨 还是没有办法说清楚 为什么你从3100 3100 3100点到3150点这边调整 因为掉了又掉下2900 那是为什么呢 也没有交代 因为你没有交代 没有讲清楚的话 老百姓就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到现在为止 整个中国这边已经是 已经是把这个老百姓的资讯 严密跟污哨 完全在透不过气来的地步 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 你用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等于是美国人 拿刀拿枪杀到门上了 那门里头的人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你把门关起来 不让你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美国眼看着就打进来了 但是老百姓都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把门关起来 不让你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这个不是跟满清有什么差别呢 跟满清当初这个 这个末年这个闭关自首 有什么差别呢 你让老百姓自己弱到不行 政府的官员跟能 跟这个高层无能到不行 而且你还要让老百姓 去承担这些事情 这简直是完全 只有现代国家来讲 完全说不过的事情 那么我们能看到 这还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报道 所以这个川普对于 因为用川普不是用特朗普 你看这应该是港澳的报道 那么对于这个下 然后我们这边才看得出来说 OK中国股市今天继续下挫 除了上证第二段 除了上证指数开盘跌超过2%之外 开盘主数直接跌破 2,900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已经在第一段说了 川普下令对中国 2,000亿这个商品 这个增这个25%的 惩罚性关税等等 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然后这雅股跟着下跌 所以这有一个 有一个事情的交代 你即使这么一点点 还要是有个交代呢 可在中国你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交代的情况 那更不要说 更不要说 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中国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在最后关头 那个出尔反尔 让美国这边 让川普大怒 也没有 你不可能交代这个事情 那中共应该了解到的是 你是说 假定你在跟任何一个国家 在谈判的情况下 你要有老百姓 作为你的后盾 有些事情 你可以用民意 来去跟美国去对抗 因为你可以说 我的老百姓 没有办法接受 我这样做 但是中方完全没有 这种能力去争动 没有能力 因为他的民意 不知道在哪里 他的民意完全是封锁的 完全是脆弱的 完全是不知道 任何发现事 发生任何事情的 所以你不让民意了解 民意就不能够讨论 不能够讨论 就不可能有成熟的 这个成熟的结论出来 那当然就不可能 成为政府坚强的后盾 如果是有坚强的后盾的话 那根本全部都是一个 爱国主义情绪下的一个产物 而不是真正理智下的产物 那么就美国人来讲的话 就完全是 完全就美方来讲 都完全是个理智性 理智上跟这个不同的国家 所做出谈判的一个说法 完全不牵涉到个人的情绪 也牵涉不到 彼此的爱恶憎恨的情况 所以就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如果中方还是把这个 讯息上继续让压迫 就像打压不让知道的话 那这个永远没办法进步 也没办法改变 所以才会发现 才会出现是说 我们最好不要透过立法角度 我们用一些行政命来做这个事情 还是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忽悠美国 以为这个可以把这个川普 因为认定川普急着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这个 这个有个所谓协议出来 能够向他能够交代出去 所以他也许看准川普 这一点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中方还是 这个在这个回到他自己原有 跟美国打交道的这样子思维跟模式 而他不了解的是说 川普现在这个总统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中方现在必须要面对 要跟认真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这个刘鹤 如果现在来的话 那么照现在美方的这个做法 跟川普今天这些口气来讲的话 而这个中方看出来 他提出这个文本 基本上没有什么退步的这个理由 而且他再把它收回去的话 那么自己中方本身 又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看起来刘鹤这次来呢 而且只有一天的时间 看起来不会达成任何一个突破性的 这个所谓历史性的这个协议 可能在这个其他后方各方面 可能做一些弥补的 这个弥补的措施 然后呢 就是给川普 给了川普充分的弹药 要在这个2020年这个选举之前 一直用没有办法 跟中方达成协议的这个角度 持续的这个攻击中方 攻击这个中国 然后在他这个选票里头 能够显示他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在这一点上面呢 他持续会用这个东西 加上这个移民政策 持续的来为自己加分 中美贸易战白热化 面对美国祭出 要将中国进口商品关税 从10%调升至25% 对此中国商务部9日强调 中方重信用守承诺 这一点从没变过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在记者会上表示 在美国威胁加征关税的情况下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依然按计划率团到美国继续磋商 这是中方展现 从大局出发负责任的态度 以及推动磋商的诚意 他强调中方还是会尝试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同时也做好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 有决心及能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另外在被问到中方 是否如美方所言撤回部分在谈判中的承诺时 高峰表示最近美方为谈判贴上倒退及背弃等不少标签 但认为双方在谈判期间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 他强调中方重信用守承诺 这一点从没改变过 相较于部分中国官媒的强硬表态 宣称中国不愿打但不怕打 必要时不得不打 中国商务部的回应则相对克制 虽然重申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但外交部仍希望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宏 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 中国当下采取更强硬的姿态是暂时的必须之举 他解释说如果中国不硬干 让川普更气焰万丈 北京怎么向国内交代 同时也很难让美国公众和商界了解到 打贸易战其实最后是两败俱伤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 也认同石英宏的看法 他认为面对美国的威胁 中国必然要做出反击 甚至早在去年川普威胁要将关税增加到25%的时候 中国应该就已经有所准备了 至于准备是否足够充分 这就得看后续关税战中美两方如何攻防了 现在来看因为中国政治不透明 观察决策更不透明 而且它不像美国什么事情 特别是川普直接就发推特 中国现在几乎你看不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消息 都是商务部外交部这些发言人在打太极拳 甚至出来所谓的什么有关部门 中国的民族主义会有个强烈的反弹 这个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 更可能挑战领导人的这个权威和合法性 这恐怕是中国领导最担心的 所以我想他在一方面压制媒体 以中国领导的声音为主 另外呢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甚至他这次呢我觉得可能的无心恋战 第一呢这个刘鹤比约定的周三到晚了一天 双方失职性的谈可能就是周四一天 因为周五就要最终落听了 到底是该家睡还是怎么睡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习近平呢 还是以国内为主 因为这个东西一篮子要做起来非常麻烦的 我想如果他是一个寒酸英明的领导的话 他应该早就料到这种结果 就是说应该做两手准备 谈成谈不成 因为之前川普说得很明摆 三个月前就说了 只是给三个月的缓冲期 我想习近平现在这样 现在爱兵不动 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确实没有谈成准备 另外呢就是他心有成竹了 不管他谈成谈不成 我自有应对 因为这个政策不透明 我们只能走着看 陈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啊 我想以台湾跟中国大陆 谈判的经验来看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 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体化的 一个人可以拍板做一切的决定 那么其实事实上不是如此 因为这种经贸各方面的问题 它有方方面面的厉害的相关的方面 比如说中美的贸易谈判 它牵涉到各个产业的问题 它不但牵涉到各个产业 牵涉到各个部委 各个部门 他们的一个本位立场的问题 所以每个单位 每个地方 甚至中央跟地方之间意见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意见非常的分析 各种利益上的冲突也非常的尖锐 那么所以没有人可以说 一个人拍板搞定一切 他要应付方方面面的要求 而且将来中美贸易谈判结果落实之后 各个部委 各个产业 各种利益团体 都会受到冲击 这个冲击将来会产生一些政治后果 这政治后果最可能的 就是对中共的领导人表示不满 你为什么让步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考虑 我们这个行业 或我们这个产业 或我们这个利益集团的一个实际的需要 让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 非常困苦的一个经营的状况 这种种的问题将来都会浮现出来 所以说这个谈判的代表 或者最高领导人 他没办法只去应付谈判对手要求 他同时内部有方方面面的利益的格局 必须去考虑 这一次的中共方面 在这个临门一脚之前 改变了一些这个要求 改变了这个原先的承诺 很可能的原因 就是内部方方面面 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有不同的反对声音 迫使最高决策者 他必须照顾这些方面的一个需求 和这个利益的考量 而不能够只考虑跟美国的一个接受 或者妥协而已 他必须内外一起考量 那么这是中国内部 尽管政治上面是预言化的 但是在利益格局上面是非常千差万别 是错重复杂 充满了各种矛盾的 就是领导人必须去应对的问题 主持人 这两天刚好网上有个热传的文章 是黄岐帆的一篇文章 提到个三菱政策 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不实行 这个国际上普遍采用的 这个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这个政策 这个刚好回应了 陈先生刚才提到了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地方利益 部门利益 非常的重要 从一个道理上来说 三菱对大家都有利益 但是中国呢 首先你地方利益 就是说比如说 沿海省 它可能跟这个内陆省 想的就不一样 如果取消了关税 那我这个地缘优势就不存在了 另外从部门利益来说 比如说汽车 汽电行业说 如果你加低了关税 那对我的汽车 行业就造成了冲击 还有一些比如说电动汽车 它就想要这个政府补贴 尽管它的电池技术很不成熟 这种情况下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表面上中央政府权力很大 但实际上涉及到各个部门 各个地方 切插半明 它不是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 来表现的 而美国像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 它尽管也有各部门利益 但是通过这种市场的调节 往往能表现出一致性 而中国就很难 这样就出现了经常在经济方面 特别是对外贸易谈判方面了 出现一个前后不一致 变化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也是跟中国体量大 决策不同 内部复杂有关的 我现在对中国哲学深表怀疑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川普总统推动中国的改革也是一件好事 问题是老大不同意 你怎么改 如果说刘鹤先生不答应 美国一定加税 那么加税的意味着什么 供应链加速撤离 不能在中国待了 待着你这个产品 卖不出去了 对吧 第二个呢 产业转移就一定带来失业潮 失业潮就激发家庭债务 尤其是高杠杆在买房债方面的债务 债务激发就会引起社会动荡 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要么挤兑 要么就是这个违约 大规模违约 金融危机一定会导致社会动荡 如何处理社会动荡 2000亿会不会带来社会动荡 我很难说 但是局部的一定有 多大面积的问题 如果这2000亿的动荡 2000亿带来动荡 中方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我说的 我反复说过的 就是军管 全面军管 为什么 因为对待危机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军管 而中国领导层 是有这方面经验的 远的是六宿 对吧 对六四更远的是西藏 我忘了是西藏在前还是六四在前 就是西藏的军管 戒严 当时是这个 胡锦涛是西藏自治区主席 书记 军管这是中国人干过 更远的是文革 而恰恰恰是这批中国的领导人文革起来的 对玩军管这一套 熟悉 这怎么搞那个军事管制 熟 对吧 拿手好戏 立即就军管 军管 才是 斗过危机的最有效手带 他们一定会这么选择 但是 军管可不是说来就来说 走就走的 它意味着政治生态和经济 这个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它将影响每一个人的每一天的生活 对不起啊 所以呢 如果谈 不管谈不谈崩啊 谈崩了就一定军管了 这不如 勿容质疑啊 对不起啊 勿容质疑 谈崩就一定是军管 军管还能干嘛呢 军管还可以把那帮 这个反对者一下住 必须军管 不军管社会就乱了 如果谈 谈成 两千亿加上去 也有可能 有军管的这种 提升的可能性 就是说中国社会现在你看 已经败军管化了 败军事化体制 集中精力败大事 一切都是 官方说了算 官方都是老大说了算 是一个金字塔的这种体制 军事化 军事化体制 这种体制呢 打仗是可以的 就是跟美国人打仗嘛 那军事化体制更好 只不过呢 一将功成万古枯啊 对吧 很多人要做韭菜呢 不是韭菜啊 做了苦蠟的 我希望我没读错啊 苦蠟就是脑袋 就是头盖骨 为什么呢 要死一层人啊 太采烈了 所以呢 这次美国提升的 这次这个中美贸易升级 这事儿影响挺大 据说中国内部 也是这个六身无主 也不是六身无主吧 就是说这个惊慌失措 各方呢 都感觉到大难来临 实际上是的 中美直接经济处理不好 现在已经是单从的这个 贸易问题不能解决了 上升的全面的这种 全面的这种对抗 也见着都是 各挑战项都在开火 包括留学生 还是什么孔子学院 还是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 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基督教的问题 全面开战 高科技的问题 这个控制不好 双方就会插枪走火 问题是 中国敢不敢提这核弹 像那个朝鲜一样的 去恫吓一下美国 那就完蛋 但是你不敢说他不敢 我觉得文革中这批人的最大的能耐 就是宅子弹 他就不知道后果 不知道原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 他就没见过 就不知道后果 就是什么都该干 他呆着打 十几亿人算什么 在中国有人说过这事 中国历史上也干过这事 所以一旦走到这一步 那只能说是悲剧 没控制好 所以现在开始认为 国际舆论发酵 有人认为中方在这件事情上 领导力不足 显然没经验 对国际贸易体系显然也不熟悉 任性怪了 先抬着看 抬抬看嘛 对吧 最后说不行 再去抬 谁跟你天天这么玩呢 对吧 不是这个模式 那是川普模式 对吧 川普模式是什么模式呢 川普模式 不是说川普不受信用 川普是受信用的人 你看他在竞选中承诺的这些事 他基本都干了 但是呢 他受信用 并不意味着他不懂斗争的策略 交易的艺术 他懂啊 他有跟坏人打交道的经历 对吧 所以据说中国有几百人在研究川普 上千人在研究川普 你研究什么啊 你研究研究 你让我去跟你讲讲课 可以 我王婆 对吧 宋藤摸瓜这事 我看懂了 刚开始我就看懂了 让你们战略性妥协 不妥 拿石头 把自动砸成瓜了 对吧 所以啊 这个事 不好办 中国全面承受的话呢 中国内部 会出问题的 也可能会出身军管 这我不愿意这么说啊 怎么都跑到军管的地方去了 对吧 没办法 危机来临啊 只有军管啊 不军管就放开啊 放开就是 819 819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819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819是 苏联的 八大元帅 不是八大元帅 八个高级干部 包括国防部长 包括这个副总统 议长什么的 发动了这个政变啊 把那个哥尔巴乔夫给 看管起来了 对吧 是819吧 我英语也记得 就是 社会会分裂 那老大当然害怕了 所以啊 这事的性质已经变了 如果中国全面答应 那就是说危机 就是中国内部的危机来得晚一点 如果中国不答应 立即就会有危机 那怎么办呢 那刘鹤先生来干嘛呢 刘鹤先生来 用何平先生的话说来受凶的 来签约的 没得谈 签还是不签 不签呢 就打吧 签呢你也别说话 就按我说的签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刘鹤先生真的是 我对他表示同情 这没办法 这两个大国博弈 实力决定的 当一方误判了自己的实力的时候 那是要吃亏的 你误判自己的实力 以为可以 什么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政治口号真的提的不好 改进得改 不改啊 美国人肯定要说话的 谁理你啊 谁跟你共同提啊 对吧 跟你不是一家子 不进一家门 你搁你自己的人在韭菜可以 你跑美利街来搁韭菜 没门 对吧 这个徒弟都不让你登 所以这种语言 它带有侵略性 带有这个极强的控制性 这安格鲁萨克逊文明 它不能接受这一点 它的文明里面 很重要的一条是 平等 协商着来 对吧 你现在哪有平等 你对内是没平等 不让你老百姓说话 整个十几亿人 哑雀无声 好恐怖的一种场面 你想想 十几亿人哑雀无声 就一个人在思考 然后 还有一个跑腿的刘鹤先生 刘鹤先生 那怎么办呢 那这种局面 跟美国人要 建立命运共同体 给美国人指明 经济发展的方向 不妥 不能这么提 根本就是要改掉的 美国人是在协议里面 没提这一条 觉得这条现在威胁不大 为什么呢 你都是口炮 你怎么建立人的命运共同体 所以呢 不在乎你 就像美国当年打伊拉克 有一个新闻部长 我忘了叫什么了 那哥们挺好的 出来天天是骂美国人的 但美国人不找他麻烦 你知道你就是口炮 你就是过过嘴硬而已 你对我一点威胁都没用 我视你为和平主义者 你要移民美国 我支持你 对吧 所以这个口炮 目前呢 还没有完全影响到 美国 所以他不在乎 对吧 但是这个呢 也是中国 在政治上不成熟 不自律 自己惹火 最后呢 如果真的走向军管化那一条 我不能说 哎呀 因为我是很早就说军管的 我可能最早就说军管的那个人 但是我并不开心 一军管我还能回去吗 啊 我可能还能把军管的那个人 我可能不想军管的那个人 是不想军管的那个人 谢谢大家